那裡面的話就是男生或女生 然後身高 身高我們用米 那體重 比如說原來 我本來剛剛是輸入70 70的話按確定之後 它會切到下一個頁面 按確定切到下一個頁面 那它會幫我把怎麼樣呢 BMI結果計算出來 並且跟這個字串做串接 會有個結果出來 並且帶出評語 提醒很棒 類似像這樣 當然可以回上一頁 你還可以做其他的計算 比如說 突然像我這一次 去日本一趟 然後不小心 因為那邊東西太好吃了 就一直吃一吃 最近好像 撐了一下體重 發現有大概差不多這麼多了 所以按下計算 26.1 你應該少吃些 並多運動 OK 那這個當然會有個變化 不過這個評語 我想你們可以自己變化 沒有關係 甚至 我之前給同學 就是說做一些變化 也許你可以 再去找一些圖 比如說 如果是 標準就是一個型男 如果男生是型男 如果女生是一個正妹 如果你過胖的話呢 男生的話你就放一個恐龍 過瘦的話就放一隻Monkey 對不對 然後這樣感覺會很有 有互動性 那這個VMI就會很有意義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互動 特別注意這個回上頁 實際上就是一個finish 關掉 關掉這個頁面就好了 OK 那剛剛我們是已經把這個頁面先做出來了 所以做出這個頁面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打開 把這些 相關的 元件放上去 這個第一個階段 如果說 各位這個 元件上面 有 布局上有問題的話 我剛剛也 很貼心的幫各位把那個 完成的這個 這個 Source 放上去 所以如果說 你們來不及做的同學 或者做的不是那麼漂亮 你可以參考一下